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猪肉越来越贵了 现在是新鲜的 新鲜猪肉 凉鲜油 扣肉就做到凉鲜了 就快要这几多斤了 都是新鲜活发的 大家看到了 都是有硬的 现在的猪肉就是蠢都是蓝硬的 这边也是 每天都是新鲜 随便大家看 随便拿 看到没有一块没有了 看到没有 好吧 下面我们 开始制作了 一包药材 里面是 我按照古老的方法来做 放点药材去那种新鲜味的 没有十多种药材的 我们 煮到呢 用那个煮夹 焯一下就行了 好 我们 把煮好的猪肉 做做 我们的酸酸啊 用这样子 擦一下 用这个 好 我们呢 先抹醋 再抹盐 好 我们放进去的时候 大家注意安全 这样子 对面放 然后慢慢的拉回来 拉不拉 为什么有正的就不拉 那就是继续继续 慢慢的下的 重要的一定要 放个盖 盖子 我们今天因为太多了 要分两次炸 第一次炸干水分成 打一下呢 还把油温调烧 再 再加一次 因为太多了 今天炸了500 500多一点点 这些含着炸好吗 这些外面也要 呃 要分两次炸 天气太肉 好了 今天下雨 凉快一点 这个更加麻烦 分两次炸的好处在哪里 分两次炸比较快速 如果有两个锅的话 两个锅的话 它很快 这个倒是分两次炸 打下来再炸一步 炸了一次 这是一块 要十多一十斤的 那我们现在呢 炸第一次啊 第一次复杖 第一次复杖 油呢 稍微 油温要高一点的 我现在复杖第一次了 这个油温要高一点的 我现在复杖第一次了 这个油温要高一点的 只要不仅是苦才 这个油温要高一点的 有点油温要高一点的 Bas 我现在也很难 还很难 暗示啊 现在的肥皂 唷 在白色 这杯是ene的蜜色 好漂亮喔